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记者在耶利米苏的第七章 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 经文讲说 万君子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依靠虚广的话 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人和灵色中间诚然施行公平 不欺压寄居的 喊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经文相当的长 我们都知道虽然上帝透过先知 向百姓发出预言 但是我们都晓得百姓的反应不停 他们仍旧不实情公平 他们仍旧是欺压孤儿寡妇 他们仍旧去水从别神 他们甚至于在一个心嫩之谷当中 去献他们自己的儿女给当地的神明 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 我们要回想到 以色列百姓当初 透过摩西被带到西乃山下 在西乃山下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并没有立刻做敬拜上帝 割受上帝或者是礼拜上帝的事情 他们在那个地方安静 为什么安静呢 准备聆听上帝的话语 因为他们要被建立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那么因此他们必须先认识上帝的属性 也就是说照着上帝的规定去敬拜他 服侍他 同时他们要明白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守的规范 也就是遵守律法 以及他们要遵守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规范 也就是生活的伦理 让他们活出和神心意的生活的处境 因此我们要说信仰 绝对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事情 不能说按照我自己喜欢的热情来敬拜上帝 奉献上帝 上帝一定喜欢接受 不 信仰必须是双方面的事情 上帝就是上帝 人是人 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不能够预业上帝的界限 去做上帝应该要做的事情 主跟仆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我们不是主人 我们是仆人 我们只有顺服主人的吩咐 我们才可以活到祝福的范围当中 但是很可惜 以色列百姓误解了 或者说我们也误解了 以为敬拜就是等于献祭 但是事实上献祭 敬拜的核心 不是献祭 而是顺服 顺服 简单的说就是聆听神的话语 并且是遵循 生命是因着神的话语而改变 不是献祭改变我们的生命 神的话语会修正我们 神的话语修正了事项 这就是耶利米书 这第七章 整章的一个背景 上帝说 如果你们顺服我 听众的话语 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你们 敬拜上帝的殿 上帝只说一件事情 记载在第二十三节说 我只吩咐他们这件事情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也做我的致命 你们行我所吩咐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了 我会发现信仰往往是 很简单的事情 但却是不太容易做 我们往往忽略着神的旨意 圣经说 听从我的话 并且顺服去遵循的 我就祝福了他 可是以色列百姓 这么长久的时间 他们宁可献祭 他们去宁可 去用很大的努力 去给上帝 最大最大的一个生计 但却不听神的话语 有的时候我会想 会不会我们也是如此 自以为活在一个 神所喜欢的一个环境 信仰的表现 但却让上帝 非常的不喜悦 愿上帝提醒我们 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常常亲近他 读他的话语 在他的话语当中 改变你我的思想 我相信当我们听明白的时候 那个献祭的品质 一定是得到上帝的喜悦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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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